中国经济在响景最怕劣势,研制2019年,每逢新一年来到主观愿望,当然想万象更新。 维克关线时依旧残酷大陆在2018年最后一日公布了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2016年7月以来,首次跌穿50的胜衰分界线,反映贸易战影响逐渐浮现。 经济前景确实转差异意味着2018年第四季经济难有惊喜。 恶劣情况是延续至2019年上述指数主要是衡量每个月的工业产出、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存货、供应商发货、就业,及制造成本投入的价格。 为整体经济的前瞻指标,若细致的看12月,无论是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及进口指数,全部均处于胜衰分界线以下,预示着,不论是大陆还是海外市场。 整体需求下跌压力,正在加大情况为许乐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对上一次该指数处于收缩期,是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当时。 大陆实施了一系列措施,稳住了经济美国联储局,亦因白新中国因素而暂停加息。 欧洲央行更在不久前的时间,落实了大规模放水政策,足见当年中国经济能渡过难关。 外部因素也是原因之一。 为目前不同的是美国联储局12月再次加息欧洲央行,2019年1月1日起,也停止放水了。 大陆则因债台高筑,即要捍卫人民币汇价,很难显著的放水就是事实上大陆近期供。 部的数据已反映受到贸易占拖累,举例来说,2018年11月工业企业利润出现2015年12月以来首次收缩。 11月整体国企盈利倒退。 11月出口增幅,由之前的高双位数,大跌至仅5.4%,难怪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风骚的吹嘘说。 中国经济有麻烦权因为我同时声称,过去多月对华征税已达成果。 美国经济反而未受压力孤误论它的言论,正确与否为明显地看到中美贸易战是谁占上风。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事到如今虽然中美双方同声透露贸易谈判有积极进展, 唯就算最终能握手援好,已被破坏的经济及互信关系真的能复原吗? 恐怕只要经济复原,或任何一方找到新的增长模式, 往后全球局面只会更趋向两极化孔命正,2018年是全球分道扬镳的一年。 一体化只会慢慢衰落,一旦如此结果,如何乃未知数,目前数据摆在眼前。 中国经济确实陷入困难之中,当下首要稳住的,固然是近14亿人的吃饭问题, 2019年来临中央将落实一系列减税措施。 无论是个人或企业,军会受惠再加上中美贸易战, 有望缓和在内外皆有利好消息下,寄望新年新气象,能如愿以偿。